前卫就是突破传统 所以传统不是前卫的限制 而是驱动它前进的一种动力 这整个作品将会跟小王子这个作品合在一起 要贯穿这个作品全部 那你们知道吗 相声是一种快打快接的一种表演形式 而且它非常的现实 然后它有的时候就注重娱乐效果多一些 但是小王子是一种抒情的浪漫的 你要沉淀下来 然后去体会它深刻内涵的东西 要把它们装在一起 我觉得应该是导演对于一个资深相声编剧 所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严酷的考验 我正在接受这个折磨中 脑洞大开 难以言语 赶快来买票看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